右邊沒人 確認沒人 行進入口 停看廳 配上手勢和口訣 確認再確認才能繼續 向前行駛 直插確認就是做到 手到 眼到 可以注意到 行人通過 行人穿越道的時候 避免車輛的A柱 死角 所以這個是保護司機 也是保護行人 就是台灣上了國際媒體 就是用入人的地域 那在那個情況下 所以我們公司也了解 入口停讓的重要性 那我們就已經開始做手 對我們的駕駛員做相關的教育訓練 那從去年開始我們就有做 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有違規人員 我們就會再讓他做一次教育訓練 公車撞人事故屢見不鮮 今年昨月東海大隨隨身過馬路 慘遭捲入車輪下不幸身亡 讓行人地域爭議再起 北市公車運輸處 要求公車司機在轉彎時 必須減速到停止狀態 以指差確認 確保行人安全 陶淵市政府也跟進選擇 一路公車試辦 後續將逐步推廣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但是有沒有效果 就是還是要試驗才知道 還是減速會比較好啦 然後多注意啊 因為你在裡面比真的大家也看不到 就像有一些大客車死角 其實真的有時候在帶小朋友過馬路的時候 其實大客車是真的看不到 對那就是變成家長來帶小朋友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自己真的也是要很注意 為了擺脫行人地域罪名 避免類似的遺憾重演 客運單位推出新制度 但效益如何就等時間驗證 環宇新聞 陳明彥 林育仁 桃園採訪報導